新赛季宇昌联赛首轮比赛就上演了一场重磅级的对决 全满贯得主林丹迎战名将田厚威 林丹发挥出色 以2比0击败对手 12月7日凌晨 有网友晒出道场支持的图片 林丹转发称 谢谢大家 我会努力 据悉 超级丹出轨门事件后人气急剧下滑 不仅被传商业代言受到影响 损失近千万 在为劳伦斯盛典预热的投票页面人气垫底 和第一名张继科票数差了5倍多 2016年11月17日上午以前 林丹曾经是一个完美的偶像 中国羽毛球第一人 赫尔蒙爆炭的外表 无与伦比的战绩以及幸福恩爱的家庭生活 而当这一日爆出出轨丑闻后 而且是妻子孕妻出轨 林丹则成为千夫所指的渣男 不知道现在的林丹会不会后悔 尤其是本来已经认识到错误 承认出轨 刚刚获得妻子的原谅 小三赵雅琪偏偏还抓紧机会给自己加戏 召开媒体见面会神情黯然 速度哽咽 事件将要平息之际又添了一把火 虽然林丹已经恢复训练 想要通过征战与超比赛 用球场上的成绩挽回曾经的一切 然而他作为运动员来说年龄已经大了 在里游奥运会时体力就不敌新兴 这次出轨事件后 原本代言的三个天价品牌 有两家超级丹预期赞助已经被叫停 而其余的赞助也还在观望中 他和妻子谢信方一起代言的某广告 据说签订的时候就有代言期间不许离婚 不许有花边新闻的条款 如今出轨丑闻爆出 个人形象一落千丈 林丹至少要损失几千万 甚至还要面临天价赔付 据了解 劳伦斯号称世界运动员的奥斯卡奖 与中国人对电影奥斯卡浓重情节一样 运动员同样有劳伦斯情节 从2000年赶奖创办以来 由最初的中国人并不受重视 到现在姚明 刘翔 米娜 先后获得过最佳新人奖 特别奖等 2013年 林丹在参加劳伦斯奖颁奖仪式时 就曾说过一段话 我希望将来体育的目的不只是征第一 征金牌 而是告诉人们不要轻言放弃 1 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